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叫做 南京疫情为何格外可怕 多数感染者已打疫苗 一场演出2000人高风险 已蔓延至15省27市 有一场演出这几天在热搜刷屏 不是因为演出好看 而是观众里发现了四个新冠感染者 导致观看演出的2000多人 全部成为高风险人群 7月22日晚上 张家界魅力湘西剧场 人们兴高惨烈的观看表演 能容纳2000多人的馆内作物虚习 人多又挨得尽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 人们看完演出开心的散去 谁也没想到 四天后出事了 最早是大连排查出了 三名本土新冠感染者 原来 三个人7月17日 从大连飞往张家界时 在南京路口机场转机 停了大约两个小时 7月22日 他们曾在张家界观看 魅力湘西剧场演出 而就在发现 这三人感染第二天 大连又发现了一例感染者 也曾同一时间看了那场演出 仅仅一个城市 就无意间发现了四名 通常看过演出的感染者 张家界顿时紧张起来 开始全网紧急寻人 参加了张家界这场演出的人 请立即向当地社区 或疾控机构报告 如今 北京 南京 成都 沈阳 多个城市 都有了和张家界 这场演出有关联的病例 很多人开始害怕 这简直是今年的王炸呀 要知道 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作为热点旅游城市 张家界乌乌泱泱都是人 那两千多名高风险人群 可能来自全国各地 万一感染 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四处游玩 不知要把病毒带到多少地方 而这 还不是最可怕的 上面说了 大连的三名感染者 极可能是在南京机上感染的 那南京疫情又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 南京疾控公布了 简单说是这样的 7月10日 有一架飞机 从俄罗斯飞到了南京 机上有一名新冠感染者 保洁员在清扫机舱时 防护不规范被感染了 这名保洁员 随后又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保洁员 这些保洁员又负责清理国内航班 于是把病毒带来了更多国内航班上 传给了更多机场工作人员和乘客 一位感染的保洁员说 现在机场比以前松懈了 以前都是整个下完之后 我们消沙一遍 关上舱门闷几个小时 再进去打扫 现在都是消沙完直接进去 保洁员的拖把什么的也是共用 7月中旬 机场就有保洁员发伤咳嗽 还输了业 但人们都觉得 当时疫情不严重 大家又都打了疫苗 不会有事 谁也没想到是感染了新冠 这次破防至少应该有两个漏洞 第一 国际航班保洁员防护不规范 第二 按照规定 国内航班和国际航班的保洁员 必须分开 但南京路口机场没有做到 这看似不大的失误 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截至7月30日 南京疫情相关感染者 以至少226人 波及15省27市 北京 中山 珠海 宿迁 阳中 吴湖 满山 沈阳 大连 常德 成都 绵阳 卢中 重庆 长沙 纷纷重招 湖南长得的一条小游船上 就关联了15例新冠阳性 从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到张家界景区 再到长得游船 南京这波疫情已经不容小区了 现在 南京已经停了所有娱乐活动长途客运 所有小区一律封闭管理 多处高风险地区停工停产停客 第二 风暴演张家界 也关了所有旅游景区景点 并将11定调为高风险 同时发出提醒 不要到张家界旅游 张家界所有小区 也已经实行封闭管理 这波疫情不同以往 令人格外紧张 因为人们感染的 全部都是非常强的变异新冠病毒 德尔塔毒株 他有多厉害 周南山院时说 德尔塔病毒 毒载量为原始毒株的1260倍 它是印度的变异病毒之一 深目前寻世界 传播力最强的新冠病毒 无接触14秒即可感染 10天之内可以传5代 周南山院时特别强调 由于德尔塔变异株患者的 病毒在两缸 呼出病毒浓度大 传染性极强 过去的密切接触者概念 已经不适用了 过去是感染者发病前两天的家人 同办公室的同事 在一米之内一同吃饭开会的人 属于密切接触者 但对于德尔塔变异株 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单位 同一建筑 与感染者发病前四天曾经接触的 都是密接者 这个德尔塔变异株株 甚至能突破我们的疫苗防线 本次南京疫情最早的感染者 绝大部分都接种过疫苗 但依然没能幸免 很多人纳闷 打了疫苗 为什么还是传染了 就是因为德尔塔病毒太强了 有统计显示 早期美国辉瑞疫苗 在以色列对新冠感染的有效率 为94.3% 但随着德尔塔毒株传播 6月6日至7月3日 有效率降至64% 最新数据显示 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39% 这下降速度实在惊人 但是话说回来 就算只有30% 也比没有好呀 所以 疫苗还是有用 还是要打 就像寒冬腊月 一件外套 可能不能完全约寒 但穿上总比不穿好 张文宏昨天也特别提醒 疫苗的免疫作用 避免感染的作用 当然是存在的 如果不打疫苗 感染的人数可能会更多 张家界疫情的热搜底下 有位网友的评论 我觉得特别值得警醒 打完疫苗 大家真的都松懈了 不怎么戴口罩了 的确 看着外面的世界 熙熙攘攘 热热闹闹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已经没事了 尤其是打完疫苗后 更是觉得多了一层屏障 放松了警惕 路上的行人 大多已经不戴口罩 一些测温点也已经撤出 偶尔测一下 也常常是随意敷衍 但事实上 疫情远远没有结束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每周疫情报告显示 7月19日至25日 全球新增新冠确诊超380万例 与前一周相比 增加了8% 132个国家和地区 发现了传播性 致病性更强德尔塔毒株 最近正在举办奥运会的日本 虽然千方万方 疫情仍是急剧扩散 日媒报道称 7月28日 日本全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 9583例 东京日增3177例 29日 就连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士 也有24人新冠检测阳性 这波南京疫情 又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说实话 一想到疫情反弹 很多人心里都怕 好不容易勉强恢复正常生活 谁也不愿意再出事 然而 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这个小病毒 真的太难搞了 它一次又一次地 突破我们的防范 给我们重重地打击 当初武汉爆发疫情 我们希望能有特效药治疗 然后没有 然后我们又希望 它会像SARS一样 在下级无声无息地消失 可是也没有 再后来 我们借希望于用疫苗控制住它 可是千辛万苦研制出疫苗 它又变异了 29日凌晨 张文宏发出残酷预警 现在看来 疫情不会短期结束 长期也结束不了 未来哪怕每个人都打了疫苗 新冠仍然会流行 不过流行的程度会降低 我们曾经经历的还不是最艰难的 更艰难的 使我们可能要面临长期与病毒共存的现实 现在世界上 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 这是一个常驻病毒 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 就是说 新冠病毒很可能不会消失了 它会一直潜伏在我们周围 而我们必须要找到与它共存的办法 只是现在 谁也不知道 那个办法是什么 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 能做的也只有三点 第一 做好疫情长期存在的准备 第二 去打疫苗 第三 做好日常防护 这世界常常会有坏事发生 有些事还坏得出人意料 新冠病毒就是一个 好在 我们有几十一个同胞 其中有无数优秀的大脑 他们会绞进脑汁 帮我们处理这件坏事情 感谢他们 也祝他们顺利 也请每个人都好好配合 做好自己 愿人类早日完胜新冠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守候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